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研制纪念 拥有了一批完整的专业人才队伍 建立了满足试行规章要求的 各种试验条件 让我们在研制过程当中 被取得一次成功 地空经济对于我们来说的 这个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市场上涌现出了很多的 这种飞机平台 也创造出了很多新的 这种应用场景 让我们朝着市场的方向 不断地去开发新的产品 提升新的技术 现在国家已经拥有了 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一个航空发放机的 一个产业链和供应链 这几年也有多款 民用航空发放机产品 投入市场 针对我们这个绿色新能源 我们也是开发了混淀的 轻能的不同的这种产品 满足未来预设低碳的 这么一个要求 技术非常先进 安全可靠 投入市场以后 跟用户之间的沟通交流 也返回出我们的产品 能够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 这么一个水平 感谢观看